我们可能是比大家稍微早一点接触这方面的知识 那么思雅和我呢都是MHMH的彭贝咨询师 那么接下来呢就由我俩把这部分内容呢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哈 不妥之处还请大家多多的包含 并且能够执政 好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下 到底同理倾听是什么 不好意思我这好像 抱歉啊我刚才是全屏的话 好像一分享它就走不到下一页了 那么在这个时间段 思雅我不知道你方 现在又好了 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 我想请问一下大家 就是在您的心目中 您眼中的倾听和共情 到底是什么样的概念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的考虑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给大家说一下 今天我们主要分享的内容 主要围绕着这四个方面哈 首先第一部分呢 就是关于主动倾听和基本理解 第二部分呢 是共情的普遍功用 第三部分呢 是同理倾听技术 最后一部分呢 是关于共情与安慰 好 我想请哪位伙伴能够分享一下 就是在您的眼中 或者说在您的理解中 您对倾听这个概念是怎么理解的呢 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吗 有没有哪位朋友 愿意分享一下这部分内容呢 思雅你方便分享一下 我们的PPT吗 我这个好像又不行 好的 我来分享 好的 谢谢 好 不知道有没有伙伴哈 像关于倾听 或者说关于共情 您以前在您的印象中 或者说在平时您的生活的应用过程中 您都是怎么使用或怎么来理解的呢 嗯 好 先翻下一页哈 好 我来说 倾听 也就是说 别人有问题的时候 才想办法找别人谈话 那你就要耐心的听 就叫倾听 嗯 要实弹地给人 以安慰 嗯 不要 触动别人去吵 或者是闹 多半是别人是 心里放不开了 才跟你说事 那你就要 认真真的去倾听他的诉说 嗯 就是要 总之就是要耐心 对 就是不耐烦 就是这个意思 嗯 特别好 就是这位朋友分享的特别好 就是说 当别人可能是在生活中 出现了一些问题 或出现了一些困惑 然后才会找我们来倾听 那么在倾听的时候 我们不能跟他吵 不能说是评判他 而是要给他提供一个非常 就是说非常安全的一个环境哈 能够包容的 能够耐心的来倾听 特别好 谢谢您的分享 好 下一页 那么我这部分分享的内容呢 主要是 还是取材于李环胜老师 他有一个专门的倾听和共情的一个训练营 那么我今天我这部分分享内容 大部分的都是来自他这个训练营的内容 因为我觉得他这部分讲座的内容 跟我们今天这个主题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呢我也就借鉴了他的这部分内容哈 首先谢谢李老师 好 那么刚才这位朋友也说了 我们倾听 其实不光是倾听哈 我们可能还要有看 那么对于这个55387的原则 大家可能都有所听听闻哈 也就是说我们在跟人交流和沟通的过程中 其实真正我们所说的内容只占了7% 那么其他的38%是由什么呢 是由我们的声音 由我们的语调 由我们的语气来组成的 而剩下55% 实际上是由我们的身体语言来表示的 那么也就是说 可能大家在生活过程中有这样的经验 如果我们在跟别人聊天的过程中 假如说他是全身贯重的 您看到他向您前亲了 而且时不时呢也归你回应 或者说有的时候他的表情 让你觉得哦 他真的懂我 那么这些呢都是身体语言 那么这部分呢占了55% 所以说倾听不只是听 还有看 那么我今天听了一本书呢 也就说到哈 有一个研究表明 就是那些小孩子 北美的小孩子学中文 给了他们两种不同的方式 一种方式呢是给他们有老师来教他们 教中文 另外一种方式呢是把老师的课录成视频 来教他们 他们去看视频 其实内容都是一样的 但是最终的结果 就是有老师在现场教孩子的这部分 他们能够学会中文 而只是看视频呢 他就学不会 那么这也都表明了 其实这个body language 还有其他就是跟人的这种 面对面的交流是非常重要的 好 接下来呢有一个小测试哈 大家看看接下来的图片 呃 他表现的是什么情绪 大家来看一下 您觉得是哪一种情绪呢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第一幅图 这幅图的样子 大家觉得是什么情绪 不知哪位朋友可以 要不然就直接是开麦 给我说一下可以吗 或者说在我们的对话框里 直接写出来也行 嗯 开心 看到满足 嗯特别好哈 对这个情绪呢 他其实是一种喜悦的 开心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哈 就是我们来看 有的时候我们看人笑 到底是发自内心的笑 还是说只是为了表面来应付的笑 实际上主要是看他的眼角的皱纹哈 如果眼角是起皱的话 那他是真的发自内心的笑 那么这个呢是开心的喜悦的一个表情 好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一幅图 好那这幅图啊 大家看到觉得他这个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呢 还是刚才的喜悦吗 还是刚才的开心吗 还是刚才的满足吗 愤怒 对特别棒啊 愤怒啊 这位伙伴说的特别棒 是愤怒 我们一看到就觉得 哇这个人好像是充满了这种愤怒的力量 随时都会爆炸的感觉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幅图 嗯 这个图呢 惊讶 对 惊讶 好 眼睛真大了吧 惊讶 好 那么最后一幅图呢 这幅图可能是稍微有点点小难度哈 这幅图呢 就是解释下来它是一种厌恶的表情 就是你去可以观察到它的眉心呢 是有点点的皱的 但是这种皱眉呢 它是非常快速就会过去以后呢 那么它这个表现呢 其实是一种厌恶的情绪哈 好 那么这几张图呢 就是让大家了解 其实我们每个人的情绪 可能我们平时跟别人沟通和交流的时候 我们不光是关注他在说什么 我们还要关注他的表情 这样的话呢 才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呢 主动倾听 并且能够达到基本的理解的一种状态 好 接下来下一页 谢谢 那么我们都是助人者 或者说我们在生活中 有这样的机会 比如说朋友来找我们倾诉 需要得到我们的帮助 那么在这个状态下 我们应该持有什么样的状态 持有什么样的态度 才是正确的呢 在这里 想给大家强调一下 我们所要处的状态 就是一个接纳的状态 但并不是说要有去指导他 并不是说是我们比来访者要高高在上 我们所表达的都是正确的 他们所表达的都是错误的 实际上从人的天性来说 人本性是比较爱给别人出主意的 如果说平时在我的生活中的朋友来找我 可能在倾诉的过程中 我头脑中首先就想 他这个事情应该怎么解决 我应该给他出点什么招 好像就觉得应该是这种状态 但是来访者 其实我们还有人类 另外一个天性是什么呢 就是我会抵触别人出的主意 这个地方呢 我举个比较极端的例子 有一次我在听一个讲座 这讲座中的这个主讲老师呢 就讲了一个故事 他说呢 他生活中有个朋友是很好的关系 然后呢 这个朋友的孩子 大概是七八岁了 反正七八岁的样子吧 就是他每次这个孩子呢 就是回到家的时候 因为他的朋友没有给孩子给钥匙 所以每次孩子如果回到家 他的朋友不在家的话 孩子总是在外面一直挺可怜的 在那等他回来 后来呢 他就忍不住给他 给了一个不请自来的建议 就给他出主意 说是 哎呀 你以后直接给孩子脖子上 挂个钥匙就行了吗 他挂在脖子上也不会丢 他随时就是放到衣服里面 不就可以了吗 结果没想到 就这样一个小小的一个建议 这个小小的主意 就让这个朋友特别的恼怒 甚至就因为这个主意 跟他就有一段时间都在不联系了 所以就说是 其实人有时候的本性 是抵触别人给他出主意的 那么而且呢 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的话 当我开口给别人出主意的时候 我可能是已经站在了这个人的对立面 那么我们前面说了 我们是要让他有一个非常感受到非常安全的环境 能够非常流利的表达自己 但是你站到对立面的时候 那我们就不能够提供这样一个安全的环境了 所以说我们助人的基本态度应该是接纳 而不是要给他指导 那么在我们跟来访者的关系 我们要保持什么样的关系才是正确的呢 首先呢 就是要同理同调 也就是说共情 那么这里面可能再给大家稍微强调一下 我们这里的共情跟我们以前的同情 不是一个概念啊 同情可能就是别人来说了 哎呀我的生活 或者我发生了什么比较悲惨的事情 或者怎么样不顺的这些情况 那我们都会说 哎呀你好可怜 我很同情你 那这时候其实我们跟他不是说是在一个鞋子里的意思 就是我不是是处在他的位置 而是说我是处在我的位置 来评价他的是怎么样的一种状况 所以呢这种同情的状况不是我们所需要的 而我们所要的是要跟他同理同调 要有一种共情 也就是要对这个来访者要充满好奇 放下一切的假设和问题的解决来跟随他 因为我们一旦有了假设和问题的时候 我们其实相当于是站在来访者的对立面了 并不是说跟他一起来共情 来体验他所体验的事情 那么第二个原则呢就是要连接 这种连接呢就是要传达我们的同意心 传达我们对他的关心 对他的关切 这种关心和关切 就是让来访者他感受到 哎哎我好像是被理解了 因为你很关心我很关切我 我也举个例子 就是前一阵呢 听那个李重建老师的一个讲座的时候 有一个伙伴就给我分享 他当时上李重建老师课的一个例子 他说当时他回忆起小的时候 就是比如说那时候跟小朋友 比如说小朋友都爱你一拳我一拳的 这样大胆大道的 他就说只要每次别人打他 他第一时间他肯定是打回去的 他不是说去找老师 去让老师来解决或怎么样 他一直是这种状态 那重建老师就问你 就问他 他说安妞呀 当时小朋友打你 你心里是有什么样的感觉呀 然后他说反正我不知道 我就要打回去 就是重建老师用同样的这种 特别温暖的语调 问了他三次 他只说我感觉不舒服 那这时候就是因为他觉得被重建老师在询问的时候 听到了他询问过程中这种温暖的一种传递 让他感觉到自己被理解了 所以呢就能够让他真正的了解自己的感受是什么 而不是在执着于刚才他的那种表达 同时我们如果说传达了这些关心 同理心 也就会让来访者能够放下对我们的戒备 而能够真诚的来表达 然后也让他知道 A我们一直是在这 我们给他提供这样的真诚的理解和帮助 也可以帮助他达到他想要实现的目标和任务 这就是我们的关系原则所让大家想了解的 第三个就是共同合作的任务呢 就是我们帮助来访者 帮他一起探索 帮他一起去完成他所设计的目标或者他的任务 好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原则就是不评价 就像刚开始我们互动过程中 刚才那位伙伴提到的 不要来批评他 不要指责他 我们是不评价的 因为每个人并没有百分之百的这种能够体验到 对方他经历了什么 所以呢 我们其实也是没有权利去评价的 所以不评价要保持一种中立的 安全而稳定的关系 让来访者知道 他来到我们这儿 跟我们来倾诉 他是非常安全的 他是非常放心的 他可以倾诉 他知道我的这些倾诉 你不会评判我 你不会指责我 你会非常包容的来够接纳我 那么这是我们的关系原则 好 接下来 那么听的过程中到底听什么 是不是只是听内容呢 可能还不仅仅是只是听内容 我们还要听他所表达的内容之后的问题是什么 他的态度是什么 他的困惑是什么 那么我们下面看一个 本来是想让大家做一个小练习的 因为 好 我先来看 那么对于这个理解 就是倾听他的重要性 这些内容可能大家都已经非常清楚了解了 我们就大概知道一下 倾听其实是建立良好关系的第一步 因为你没有倾听的话 他不可能信赖你 不可能信任你 也不可能完全的打开自己 真诚的来表达自己 所以说我们要表达尊重 然后能够促进他 能够真诚的表达自己 那么倾听呢 是在接纳的基础上 积极的听 认真的听 关注的听 那么在倾听的过程中 如果我只是真诚的认真的专注的听 没有一个及时的适度的回馈 或者是参与的话 那么作为来访者 他也会觉得 其实我并没有说 被真正的全身关注的 被关注的听 所以说我们也要有事实的参与 那么长线的一些错误呢 我们也其实也可以反思一下 我看完这部分那种 也就在反思自己生活中 是不是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 第一个呢 就是打断求助者 做道德评判 或者是正确性的判断 有可能对于一般的外人 或者求助者 我可能不太容易有这种情况 但是对家人 对孩子 可能就会不由自主的 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些 错误的一种表达 就倾听的时候呢 不能够真正的 做到正确的倾听 而且呢 第二种呢 会给予下结论 比如说 他一听说 我今天想分享一下 我亲密关系中出现的问题 那我肯定就下距了 他可能是平时 对于他的亲密的爱人 可能没有时间去关注他 或者他不会善于表达 也没有找到他所爱的人 他的爱的语言 到底是什么 就是给己所要而非 就是他是给他不请自来的建议等等的 那我就会有很多的这种结论下来 但这种结论肯定不一定说是正确的 第三个呢 就是轻视求助者的问题 有可能这个求助者有问题的时候 我会觉得 呀 这个问题还需要来说 真的是太小题大做了 或者怎么样 就有这样评判在这里 第四个呢 就是干扰或转移求助者的话题 那么求助者他本来的话题 可能这个话题对你来说 你不太感兴趣 那你可能就不太愿意听了 你就来干扰他 打扰他 然后转移到另外一个话题 那个第五呢 就是不适当的运用一些技巧 比如说询问的过多 或者说概括的过多 或者不适当的情感反应 这个不适当的情感反应呢 在听那个李老师的他那个 训练营的时候 他是举了一个例子 当时他这个是给 就是咨询师做的一个培训嘛 所以呢 他当时举的一个例子是这样的 说是他有一个咨询师 当时呢 这个咨询师的来访者是一个女性 女性那天找他 倾诉是 是在说 他的男朋友 怎么怎么怎么着了 后来这个 他在说的过程中 他就说了一句 说是 你们男人怎么都这样呀 这个时候 这个李老师就问他 督导的这个咨询师 因为咨询师是个男性嘛 他说你听完这个后 你是什么样的感受 他就是说 我听完以后 我就感觉他在攻击我 因为他说的都是有关男人的问题 他就在攻击我 他说我怎么怎么不好 怎么 所以说最终呢 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 这个男的咨询师 他就已经有了一种 不适当的情感反应 把自己带到了这个 来访者 他的这个对立面 实际上来访者 之所以说这句话 是因为他不了解 为什么他的男朋友 会出现那样的表达 不了解他男朋友 为什么在那件事情中 有那样的反应 所以他其实是 来倒苦水来倾诉的 并不是说 真的是把所有的男同胞 都作为一个类别来批评 来指责的 所以说 我们也要注意一下 不要有这种 不适当的情感反应在里面 好 下一页 好 另外一个不适当的蜻蜓 那就是充耳不闻了 耳朵在 人不在 可能有的时候 我们在跟家人的 蜻蜓过程中 也会有这样的情况 我人在 我神已经不在了 可能我在想别的事情 或者说 听到了一些 支离破碎的蜻蜓 就是把我感兴趣的东西 我拼做到一起 但中间那些 关键的其他的环节 我都忽视了 因为那些东西 对我来说 我不感兴趣 所以我就直接 自动把它屏蔽掉了 那么这也是 不适当的倾听 还有呢 就是录音机式的倾听 比如说 我就完全的重复 没有理解 只是小和尚 就是说念经 有口无心的那种 虽说是我听到了 我也全都重复了 但是并没有经过 我的大脑的思考 没有一种正确的理解 那么最后一个 可能也是比较 常见的 就是来方只还没有说完呢 你就已经开始 小剧场了 就像我前面说的 他说他的亲密关系怎么样 我就已经把这出戏 作为一个编剧 我已经给他编的 非常的内容 跌宕起伏的 已经有很多的这种背景呀 或者是这种结局呀 都在后面了 所以呢 这些呢 其实都是属于一种 不适当的倾听 因为你不是在 全神贯重的陪伴着他 跟着他在一起 来体验他的 分享他的故事 这个呢 是有一个观察的练习 就是一位伙伴做来访者 一位伙伴做助人者 那么其他的伙伴呢 就全都是作为观察者 让这个来访者呢 是回想一件 你很有情绪的人 或者是事件 那么助人者呢 就是来全神关注的 全身心的观察 来访者他的面部的表情 他的肢体的动作 他的呼吸 用心来体会对方的心情 助人者 然后呢 在两分钟表达之后 给他有一个回馈 告诉来访者 他看到了什么 他的语气怎么样 他的感受怎么样 然后让来访者分享 那么因为时间的缘故 我只是把这个练习 给大家讲一下怎么做 之后呢 你们回去以后 或者以后 你们在做这种培训的时候 可以自己来做这样的练习 这个练习的过程中 就是去观察 对方的面部表情 去倾听他的语速语调 去感受他的情绪 来做真正的观察和倾听 好 下面一页 下面一页呢 也是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呢 也是将来你们 可以自己做练习 就是 还是 观察 倾听 但是呢 你是通过不同的方面来观察 比如说你用眼睛 专门来观察 这个来访者 他的面部表情怎么样 他的肢体动作是怎么样的 或者呢 你充当耳朵 这时候你就不要看屏幕 或你不要看来访者和助人者 他们之间的谈话 不要看他们的任何表情 而只是去关注他的身影 就从他的身影中 会听到他们有什么样的情绪的变化 比如说他是语调升高了 语速加快了 还是说 语气突然变得声音嘶压起来 或者突然就是亮起来了 或者说尖叫起来等等 这是耳朵 那么身体呢 就是你在整个的这个观察过程中 你观察你自己身体的感受是怎么样 比如说他在说着说着 你觉得 我的心怎么也紧起来了 我的脑袋怎么发梦了等等 那脑子呢 是关什么 是关注他的内容 就是他有没有什么重复的 或者触动你的语言 或者是意想 那么这两个练习呢 就是大家以后 在你们想锻炼的时候呢 可以作为一个练习呢 来进行 好 还有一个小作业呢 就是回去以后 你可以找一个影片 随机抽一个 比如说一两分钟的影片片段 因为你去看那个演员 他们的表演 就用全人在场的倾听 完成下面一个表格 这个表格呢 就是用耳朵眼睛身体脑子和嘴巴 分别是怎么样的 你可以填在这个表上 那么通过那一两分钟的视频 这个演员的表演 你分别对应的 你观察到了什么 好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共情的技巧 好 这个呢 可能需要大家回应一下 我现在说一段话 我曾经有过四次的固定交往 但这次是来真的了 从没有一个女孩像她一样 她会是你见过最美的女孩 还有她的舞蹈 而且呢 她穿衣服的品位 活像是个千金小姐 她真是世界之罪啊 好 对于我这样的一段的描述 您可以看一下 我下面有五种回应 第一种回应呢 你会说 你真的很渴望得到她是吧 好 那第二种 接下来的几种回应 我想请斯雅给我们来念一下 好吗 第二个是和你其他女朋友比起来 你觉得她如何 在你们尚未固定交往前 你对那些女孩们的感觉又是怎样 第三个是 如果她像是你所描述的那样 那她应该相当抢手吧 可能这次你会紧紧抓住吧 四 对我而言真的有点奇怪 因为每一次你都是这样感觉的 五 先暂停一下 想一想你刚才说的 你想追这个女孩的原因 是否她还不可思议了点 嗯 我想请大家配合一下 就是把您平时 您觉得如果说 您是跟别人交流的过程中 你会用哪一个来回应 不用找你觉得哪个回答 这是最好 而且说 您倾向于会用哪句话来回应它 打在我们的对话框里好吗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写一 你真的很渴望到她是吧 嗯 我看到有朋友选四 还有其他的伙伴吗 还有其他的常用的 您觉得哪个会是您的回应吗 再给大家20秒钟好吗 好 那时间的原因我就直接先公布答案了 其实这个呢 哪个回应没有说是哪个就是标准答案 或哪个就是更好 只是呢 如果说您是选择一号呢 就是说明可能您更关注别人的感受和问题 第二号是善于提问 或者说善于探究问题的这种风格 第三种回应呢 说明是一种安慰和肯定对方感受的人的风格 第四种呢是评估点评对方的风格 第五种呢是教导解释问题的风格 好 这就是不同的回应的风格 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了解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一下 罗杰斯呢 他就把共情定义为是一种能力 也就是准确的理解另一个人的内部参考架构 同时还能与组成对方内心世界的情绪和意义沟通的 这样的一种能力 其实换句大白话说 就是我可以用别人的 就是我把我自己也放在别人的鞋子里面 感受他 那就是共情 好 接下来我们看 他的普遍的功用 就是创造安全信任接纳的环境 然后呢 对来访者经验的关键部分加以觉察和关注 从而呢 鼓励来访者探索 最后呢 也可以调节情绪的调节 那么这些呢 就是大家可能看也就比较了解 我就不再多做解释了 嗯 那么这部分呢 就是说了如何提高我们的情绪调节 就是要能够紧随 并且敏锐地来 与来访者保持共振 然后帮助他唤起他的这种状态 那么刚才那个李老师呢 他在这里面也讲到了一个例子 他说他有一次接受一个来访者的时候 那个来访者一直在聊他的家庭 包括他的父亲 他的母亲 他的弟弟 这个李老师他听的过程中 他就觉得哎呀 听起来好像头好蒙呀 然后他就告诉来访者 他说我听得好像脑子很很堵 很木 好像一头雾水 但是我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 你好一直没有讲到你自己 而是一直在讲你的家人 这来访者听完以后 就一下就大哭起来 他说他真的是觉得自己很悲伤 好像他的家庭的一切跟他都是无关的 那么这时候呢 其实就是这个倾听者 调动了来访者这种情绪 唤起的一种状态 缺乏共情的后果 可能我们平时也能 自己也都能想到 就是让对方感到失望 然后会让对方感到被伤害 而且影响当事人的自我探索 如果影响对当事人的反应的时候 我们做出的反应也常常是缺乏针对性的 这是我们缺乏共情的后果 当然了我们肯定是要尽可能的学会 能够很好的共情 好常见的共情的僵局呢 这里面罗列了一些 那我们就是说在平时以后 跟别人在沟通过程中 在倾听过程中 我们要尽量去避免这些坑 一个呢是过分的关注自身 就是想要思考 我应该用什么词 而且我要绝对追求这个准确精准 而不是说在跟当事人一起去感受 因为他这个情绪的流动过程中 你要去感受才能够感同身受 第二个呢就是处在自身的一种框架中 比如说直接的给他指导 你应该这样 你应该先说这个问题 或者说直接的是给予简单的 粗暴的评判 就是说我认为你那是错的 或者说直接就是说你一定很愤怒 而不是说我来一个 跟你的一个确认 我听起来觉得 你是不是在这个过程中 感觉到很愤怒 并不说是简单的这种判断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空洞的劝诫 比如说人呀还是应该保守一点好 学生呀不应该过早的谈恋爱 都是用一些大道理来劝售对方 第四个呢就是粗暴的贴一些标签 你这样说下来 我觉得你肯定是有自便倾向 你真的应该是好好的去看一看到底怎么回事 听下来你好像真的是有些恋目情节 你看你跟你妈妈怎么样怎么样 那这些粗暴的贴标签 第五个呢就是随意的保证 哎呀这件事情 这事几次就能搞定了 你不用担心 肯定这件事情明天就会 一下烟消云散了 你今天晚上睡一觉 一切都好了 这是一种随意的保证 那么第六种呢 就是不能接纳当事人的全部的情感 排斥消极情感 我们人可能好像都是倾向于去 这种积极的乐观的情感 而不是说这种消极的情感 所以说你不应该自我夸大 人不应该在这点事情上就一蹶不振 那么这实际上都是一种 不能够接纳当事人的全部情感 我们一直在说其实情绪没有好坏 情绪不管是正面的情绪 还是负面的情绪 都是我们正常的人的这种情绪 所以我们应该接纳所有的情绪 好下面 那么我这部分呢就分享到这里 接下来呢我就把时间交给我的伙伴斯雅老师来分享 好有请 好谢谢Jennifer的分享 然后也给我们举了很多实例 那我下面分享的部分就是说 关于同理倾听的技术 然后我这部分呢是有三个小块组成的 第一个就是当我们在倾听的时候 我们需要回应给对方 然后有哪些不同类型的回应方式 然后这一块是基于这个motivational interviewing 是这个动机式的一个访谈法 是一个常用的一个咨询技巧 第二个呢就是刚刚Jennifer给我们介绍了什么是共情 然后共情的一些基本理念 然后这里会给大家提供一些话术 然后这里也会引进我们那个除了共情的一些方法 还有一个常见话 等一下关于这个常见话可以具体讲一下 然后最后一个部分就是说积极肯定 因为当来访来找我们的时候 他们往往带着很多问题 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就是说看到他们的优点 然后肯定他们的优点 然后也是鼓励他们前行 然后这里也有一些话术可以跟大家分享 第一块就是说回应 首先我们看一下什么是简单的回应 比如说来访者说 我想跟我的女儿聊一聊 我打算跟我的女儿聊一聊 那我们直接回应 如果不修改的话 就是直接把我换成你 然后第二个回应呢 就是说稍微修改 就是说你想跟女儿沟通你的担心 把她的这个聊一聊呢 稍微具体化 这些相信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 然后在这里想说一下 在回应的过程中 我们有三个小技术 第一个就是说在分享的过程中 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body language 比如说点头呀 然后或者说是一些回应 比如说嗯 就是表示说我在听 还有就是我在听 请继续讲 我在这里 通过这些短小的话 可以鼓励来访者的一个分享 第二个就是说summarize 比如说当来访分享 给你很多很多的问题 这个时候你想把她的话 做一个 可以当回应的时候 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比如说听上去 你跟我分享的问题 有这个这个这个 第三个这个paraphrase 就是改述 也就是说当来访者分享一个问题 我们用自己的话 把她的问题呢 给她做一个改述 这也就是就是用别的词 来去把她的问题 重新陈述一遍 也就是说这三个是一个 当你做一个简单回应的时候 有一些可以使用这三个小技巧 第二个就是双面回应 双面回应特别用于说 当这个人他跟你分享的过程中 你能听到他有一些矛盾的时候 比如说这个来访说 我不喜欢这个抽烟对我的健康不好 但是呢抽烟能够帮我减少我的压力 其实有时候作为这个 助人者就会听到说 这个时候好像来访听上去很矛盾 不知道怎么回应 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双面回应的技术 双面回应简单来说 就是一方面怎么怎么样 另一方面怎么怎么样 那就与刚刚说这个客人分享的问题 我们可以说一方面抽烟 可以帮你带来一些释放 让你的压力减轻 但是另一方面呢 你又很担心说这个抽烟会如何 危害你的身体健康 接下来一个就是比喻 这个就是特别适用于说 如果你是很有想象力的话 可以帮助来访者像构建一个图片一样 比如说当这个来访者说 我实在是不能承受更多的焦虑了 真的受够这些焦虑了 那作为助人者 你可以说听上去 你想去一个更好的地方 就是英文直译过来 就是in a better space 你想去更好的地方 你想达到一个 去往一个更好的位置 你想变得就是说这里 就是说利用一个比喻 然后来让把来访者的问题给他 就是像给他比喻出来 一个例子给他举出来 第二种呢就是重新框架 也就是相当于在这个来访者分享的固齿周边 加上一个框架 比如说这个来访分享说 我曾经尝试去借酒非常多次 但是我总是又回来又喝酒这样的 然后作为助人者 我们可以看到说 这个来访不停的去做这件事情 证明这件事情对他来说很重要 于是就是说你非常有意志力 你非常坚持 即使事情不是那么顺利 你被就是打压了 然后但是你还是继续的去做 这个变化呢一定对你来说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也就是从这个消极变成一个积极 然后给他相当于 把他的这个框架是重述的 最后一个就是说强调自主权 因为来访往往有时候会讲说 我好像不能做到这件事情 特别是分享说 他们想要努力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他们会有一些犹豫 比如说这有一个例子 就是来访说 我真的想停止去吸大麻 但是我还没有准备好 我没有准备好做这件事情 也就是说他现在呢 就是说还没有准备去 去做这个变化 去对他这个目标进行一个改善 那我们作为诸仁者说 停止下来 听上去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当你觉得你可以的时候 当你准备好的时候 你会停下来 也就是我们强调的是 这个来访的一个自主权 它是有能力的 我们不去 这里还是其实就是 不去集中于说 讲他现在有没有准备好 而是我们告诉他说 你可以停下来 当你准备好的时候 你就会去做这件事情 下面一个部分就是 共情与安慰 那大家平时是怎么 共情与其他人的呢 这里有几个点 之前这个我们 Jennifer也就是跟我们分享过 第一个就是 你有主动的倾听吗 第二个是你有注意 自己的一些说的话 以及一些body language 一些除了这个话语之外的 一些反应吗 第三个就是说 你可以去把他们的感受 给他总结出来吗 你能感受他们的感受吗 能读出他们的情绪吗 第四个就是 你可以做到没有评判吗 你可以在回应他们的时候 是不带评价的吗 倒数第二个这个 你可以tolerance就是忍受 你有没有说去 也就是说我们尊重他人 有时候因为他人 他们的情绪比较激动 或分享的观念 跟我们不一样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我们处于一个共情的角度 我们不是去把自己的价值观 放在别人身上 不去显示自己的价值观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 你有没有去真正的 站在对方的立场上 去听这件事情 而不去强调自己的 自己是怎么觉得的 最后一个就是说 你有没有认真的听对方 有没有让对方感受到 你是在认真的听他讲话 大家可以用这个小量表来 当比如说在工作呀 或者是平时跟家人朋友的相处中 可以在你们有一个小小的 conversation之后 用这个共情的六种层次 来衡量一下自己 也就是我刚刚说的那几个 然后呢 有这个第一层 第二层 第三层 第四层 然后这个第六层 关于共情的一些话蜀 那很多可能小伙伴会想说 那我如何共情呢 有哪些共情和安慰的话呢 这里就是给大家举了一些例子 就比如说 可以挑几个说 第四个 比如说那一定是一个 非常怎么样的一个经历 这个框框里的 就是可以根据你当下 跟来访的一个交流 你感觉他的感受 他跟你分享的一些感受 然后给他描述出来 还有最后一个 比如说有时候来访 分享了很多的感受啊 我们其实也可以直接回应 就是听到你夹杂着很多的感受 比如说什么什么什么 因为你现在正在面临着很多事 很多问题 所以不止这一件事 比如说不止某某什么 某某问题给你带来了困扰 所以我理解你 为什么会有这些复杂的感受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共情跟安慰 主要是强调于说 感受 以及对来访者 他的一个分享的内容 进行一个回应 以及表明说 我们理解他们的感受 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 给到回应 让来访 就去建立这样的一个信任 第二小块就是说 这个normalizing 常见话 常见话 特别好用于当来访者 表示他就是表达 就是在讲述这个过程中 流露出他 比如说feel ashamed 比较羞耻啊 或者是比较guilty 比较内疚 或者是对自己有一些 self criticism 就是自我的评判 或者是对自己非常失望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一些 常见话的一些statements 那为什么要用常见话呢 常见话其实就是说 告诉他们 他们的问题 其他人也有 他们不是唯一有这种经历的人 因为有些时候 人们对于一些比较 他们觉得比较羞耻 或者是比较尴尬的话题的时候 他们是很难打开的 然后呢 但是当我们告诉他说 你的问题 其他人也有 如果是其他人 也会觉得羞耻 也会觉得焦虑的时候 可以给他们一个起点 帮助他们打开 这里就是有 也是有几个例子 想说这个常见话呢 因为我们强调的是说 告诉来访者 其他人也有类似的经历 所以说常见话 最好的时候是 这个来访者表达 羞耻内疚的时候 因为如果说来访者只是 一个普通的表达 比如说 我觉得 比如说 我觉得我的母亲 不应该那么对我 然后如果我们这时候 用常见话 我们说 是 别人也有这种经历 那这样的话 其实有时候 会让来访者觉得说 你好像没有认真在听 甚至把他的经历 给他普遍化了 或者说 把他的这个 独一无二的 unique experience 给他 变得普通了 所以说 这个常见话 不是说任何时候 我们都用的 是尤其于说 这个来访表达 他比较guilty的时候 比较羞耻的时候 才去用这个 normalizing statement 比如说 我常工作的时候 这个学生 学生会说 我觉得我 我这个考试之前 我没有好好的 写作业 因为当时就是 朋友拉我玩游戏 所以我就 就是没有好好准备 然后导致我考试 考得很糟糕 我觉得自己 真的非常差劲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用 常见话了 就是说听上去 你在考试之前 因为就是朋友 去邀请你去玩游戏 所以你就玩了 你现在比较后悔 你花了大量的时间 而没有去好好学习 就是我想说 其实很多学生 在考试之前 都有压力 都有这种 就是都有因为 就是没有好好复习 而自己就是去会后悔 就是很多人都有 很多学生都会感觉到 很内疚 就是我明白 你为什么会感到内疚 我也明白 你对自己的 你我也听的 我也听到了你的自责 就是 就是说当 就是举这个例子 就是说是 我们可以自己评判一下 什么时候 用常见话的 这个话 这些statements 会比较好 然后最后一个例子呢 就是比较常用的 就是遇到困难和挑战 有些迪触是很常见的 因为你正在做一件 不容易的事 在做一个对你 而言很重要的改变 或者说你在做这些 对你来说很重要的事 就因为有时候 人想做一个改变 或者说是想 往他们的目标前进的时候 那最开始是非常艰难的 所以当来访 如果跟你透露了 他正在努力的克服 他现在的困难 但是他觉得很难 或者说自己想放弃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用最后这个话 来帮他 来鼓励他前进 最后一块就是说 肯定来访 如何肯定来访 一些常用的词 比如说 你是一个很坚韧 有很强复原力的人 特别是很多来访 他们在跟你分享 他们生活经历中 有一些很苦的地方 但是他们还是走过来了 得到了 走到了他今天 然后有很多成就的时候 我们可以强调他们的复原力 然后同样如果我们看到来访者 有一些分享他对自己的一些特质 或者是一些东西 他你听上去 他觉得他你听他 他在讲述的时候 表现得很骄傲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强调 把他刚刚自己分享那些特质说出来 比如说 我很感恩你刚刚的分享 听上去你是一个很善良的人 总是考虑其他人的感受 同时呢 你也是在努力跟周围的人 建立一个边界感 这点非常不容易 然后也是非常可贵的 最后一个也是常用的 就是很多来访 他们就是来用我们的这些资源呢 其实已经展现了 他是在积极地运用 他手上的这些资源 他想去照顾他的心理健康 所以他才用这些 才会就是reach out to us 所以说 就是肯定他利用这些资源来帮助自己 也是他的一个自我关爱 自我帮助的一个方式 最后就是一个小的一个练习 然后有 一二三四 应该是四个 应该是四个 大家如果想试一下 同理清一天 就是我刚刚以上分享的 或者说你自己平时有一些比较常用的 同理清天的技巧 大家也可以 然后你可以选一个 然后在聊天框里 试着去做一个回应 可以给大家 两三分钟的时间 可以大家把自己的 同理清听的回应 打在这个聊天框里 或者开麦也可以 开麦跟大家 直接选一个 做一个分享 思雅你方便把这个内容 打到对话框里 然后把屏幕显示到 刚才那个回应的那个PPT吗 你是说这个回应吗 因为这里面有很多 就是想让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或者是搞其中有一页 哪个地方 其实这些只是例子 就是大家可以用平时自己在 比如说工作或者是跟其他人相处中 是怎么回应的 就这些只是例子 不是就是参考标准 就是然后因为今天我分享的这些 只是 一小部分技术 就是大家如果有 一些自己常用的也可以 也可以用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时间太紧凑了 也可以把刚才思雅老师分享这个内容 自己可以收藏起来 因为他这很多的内容都特别好 就将来在我们生活中 或者说将来我们面对来访者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用这样的一些句式 来表达我们对他的共情和同理 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就直接进行到 因为时间的缘故 还有五分钟的时间 也考虑到大家的 尊重大家的时间 想看看大家对我们刚才